记者王杰台南报道,黄姓男子平时不与家人联络,犹如城市游牧民族随毒品而知,因为吸毒被警方取缔多次,也因为吸毒未到案遭的减通器。 6日晚间警方发现他骑车在路上,随即展开跟间,最后跟到黄南于有人投诉的饭店,逮捕现场三人。 黄南被逮后因为联络不上家人,身上又没有钱付交保金,在紧缩哭泣,直到最后联络上黄母,黄南才破涕而笑。 20多岁的黄南有多项毒品千颗,市井辖区内的治安顾虑人口,也因为吸毒多次出入警察机关。 黄南自从一年多年染毒后,就没有回家,与家人联络就是借钱买毒,平时看看哪里有毒品,就在哪里过夜。 6日深夜警方发现黄南在路口等红绿灯。 由于去年底黄南曾因吸毒被抓,且因为涉嫌毒品安慰到案遭检方通气,因此巡逻警员认为,黄南可能身上有东西。 未随不走后就发现黄南进入一间饭店,令警员怀疑黄南可能跟其他吸毒有人约好吸毒。 敲门领检后,警员就发现桌上有一个吸食器,并将三人逮捕,带回警所。 最后黄南坦承,吸食器是他持有,才刚刚吸完毒,吸食器内还有月灵,25公克的安毒。 但是一到警所后,黄南因为自知没有钱交报,所以很难过,还一度流泪担心进看守所。 警方要他联络家人,但黄南却没有存父母的电话,最后透过包,解开联络上父母。 最后黄母因为舍不得儿子进看守所,电话中再三保证会替儿子交报,黄南才破替而笑。